以西結書第32章 若阿根王秘魯的第12年3月3日 这个信息从上主临到我 人子,你要为埃及王发露悲伤 并把这个信息传给他 你以为自己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的狮子 但其实你只是一头海怪 在你自己的河中翻腾 用脚搅动泥漿 因此,至高的上主这样说 我要猜遣许多人 用我的网捕捉你 把你从水中拖出来 我要让你割浅在地而亡 控重的非鸟都要停在你身上 全地的野兽要吃你得饱 我要把你的肉杀在山间 用你的骨头堆满山盒 我要用你噴出的血浸湿大地 慢到山上灌满溪谷 我把你抹掉的时候 要遮蔽天空 洗星瘦暗淡 我要用云彩挡住太阳 月亮将不再为你发光 我要洗头上的明星暗淡 洗黑暗笼罩你的土地 这是我至高的上主说的 我要把你庆福的消息 带到远方 你从未见过的国家去 扰乱许多人的心 不错 我要使许多国家震惊 他们的君王要民风式变 在你倒下的那日 我要在他们面前挥舞刀剑 他们要吓得发抖 因为至高的上主 这样说 巴比伦王的刀剑 要前来攻击你 我要用这些威武战士的刀剑 就是雅在列国中 让人丧胆的 来消灭你的众文 他们要粉碎埃及的骄傲 他的众文全都要被消灭 你在溪边放木的牛羊 我全都要消灭 无论人脚还是收提 都永不再搅动这些水 然后我要让埃及的河面 恢复平静 像橄榄油一样 顺畅地流动 这是至高的上主说的 我毁灭埃及 剥夺你拥有的一切 击杀你所有国民时 你就知道我是上主 不错 这是一首幻歌 他们要为埃及唱这歌 愿万国哀痛 为埃及和他的众文哀悼 这是我 最高的上主说的 第十二年 三月十七日 另一个信息从上主 临到我 人子 你要为埃及众民和其他强大的国家哭泣 因为我要使他们降到地府 和那些下到坑里的人再一起 你要对他们说 埃及啊 你比其他国家更可爱吗 不 所以你下到坑里去 躺在被逐者当中吧 埃及人要和许多被刀剑所杀的人一起倒下 人刀剑已经拔出来攻击他们 埃及和他的众文要被拖走 接受对他们的审判 在下面的坟墓里 伟大的首领要嘲讽地迎接埃及和他的盟友说 他们已经下来了 躺在被逐者当中 躺在被刀剑屠杀的众文里 阿述躺在那里 被他军队的坟墓包围 那些人都是被刀剑屠杀的 他们的坟墓在坑的深处 周围是他们的盟友 他们曾使各处的人心里充满恐惧 但如今他们却被刀剑屠杀 以南躺在那里 被他全体民众的坟墓包围 那些人都是被刀剑屠杀的 他们曾使各处的人心里充满恐惧 但他们现在却成为被逐者 降到地府 现在他们躺在坑里 和那些先到达的人同受羞辱 他们在被屠杀的人当中 有一块墙面之地 周围是他们所有同胞的坟墓 是的 他们生前曾使列国震惊 但现在他们与其他在坑里的人一起 羞愧地躺下 他们都是被刀剑屠杀的被逐者 米切和土巴在那里 周围的是他们全体民众的坟墓 他们曾使各处的人心里充满恐惧 但他们现在是被逐者 全都被刀剑所屠杀 他们不像倒下的英雄 哪样体面地下葬 带着自己的武器进入坟墓 就是用盾牌覆盖着他们的尸体 头枕在刀剑之上 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 吸各处的人带来恐惧 所以他们要担负自己的罪 爱及 你也要被粉碎 截断 躺在被逐者当中 全都被刀剑所屠杀 以东和他的君王 首领也在那里 他们虽曾强盛一时 但现在又在躺在被刀剑屠杀的人当中 和那些下到坑里的被逐者 再一起 北方的众首领和所有的西顿人都在那里 和其他死去的人一起 他们从前令人惊惧 现在却蒙受羞辱 他们如同被逐者躺在那里 和其他被刀剑屠杀的人再一起 与所有下到坑里的人一同蒙羞 至高的上主说 当法老连同他全军到来时 他要为了被杀的不仅是他的民众 而感到欢心 尽管我曾使法老的声威 震慑了所有活人 他和他的中文却要躺在那里 在被刀剑屠杀的被逐者当中 这是我 至高的上主 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